hello 老铁们 新年到金蝉到财运到 听老运民说 碰到海鸡蝉肯定会有好运发生 那就让这么多的海鸡蝉给每一个看到视频的老铁们都能带来好运 2019行大运发大财 心想事成财运哼通 双击关注 看我晚上7点左右继续带你们赶海直播 哎不老铁 这个牌子口又开始排水了 真是太好了哟 看到没有 又排出这么多螃蟹 此视频我就不想要双击了 怕上这没被老板发现 我还能捡点螃蟹回家呢 如果你也喜欢赶海 喜欢捡螃蟹 那就给个双击顺便加关注 一会开始赶海 有很多朋友啊私信问我说这个皮皮夹怎么剥壳才不会伤手啊 用剪刀把两边给它剪去 然后就把两个壳给它一剥 然后就成功分离了啊 如果你学会的话 递得捡个红心 下午一点半左右 看我赶海直播 好多人问我呀 这个红色的海葵啊 该如何吃啊 首先用剪刀啊 把它剪开 把里边的沙子啊 张东西啊 给清理干净 晚上啊 煲一个汤 冬天里的一团火呀 非常的大补 如果说你的手机还有1%以上的电的话 麻烦给个双击 加一个关注 看我直播抓海鲜呢 吃海龙啊 可浑身都是饱啊 我费了99168分钟啊 终于在渔船下边啊 捡到这么几个啊 不仅可以泡酒啊 大补神器 还能做药材啊 非常的珍贵 老渔民说啊 见到这种小海龙啊 都会有好运发生 朋友们双击双击 祝大家好运 加油关注 看我直播